潘检委起诉首相纳吉独职的案件 今天在吉隆坡高庆审理 司法专员菲莎列出几个原因 驳回了潘检委的起诉申请 其中包括 第一 纳吉虽然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但不属于公职人员 第二 纳吉虽然曾经担任过 一马公司的顾问团主席 但却不是股东之一 以及第三 潘检委只是纳税人 在法律上没有权利提出这起诉讼 潘检委是在今年一月入禀法庭 起诉纳吉和我国政府 在处理一马公司的资金上涉嫌独职 不仅要求赔偿 更要求法庭宣判 纳吉滥权 企图从一马公司捞取个人利益 法庭今天除了撤回潘检委的申请 还预令他个别赔偿5000令吉的糖费 给纳吉和大马政府 这已经是第三宗 纳吉因为一马公司课题而被起诉的案件 前首相敦马哈迪 连同两名前巫统党员 以及前首相署部长在意义不拉新 都曾入禀法庭 起诉纳吉独职和违反信托责任 但最后都被法庭驳回 MTQ7综合不当 向前首相网 指定是指定了 不在是指定了 从前首相远 向前首相对 已有点盡 所以我们会变仑了